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叫什么 你是爱吃大馒头吗 我不爱吃大馒头 你粉丝怎么想的 请问 大馒头 花卷 就是乱起来的 就是大家都在 都吃了是吧 什么小翠儿 翠花 就是这种 我也不知道点在哪儿 然后反正就 最后他们就乱玩了一通 所以我也没想到 到底叫哪个 熬夜党和早睡党是哪个 我是熬夜党 那怎么熬的毛皮肤 你得用点好的粉笔啊 这个时候 好的呢 对啊 对咱们后期是不是还有滤镜啊 是的 你不用瘦脸 也不用大眼啊 咱就磨磨磨皮就行 没有 我就近距离看 汪头同学 他皮肤一直超级好真的 真的吗 真的呀 你回头把那个粉给链接发一个 谢谢汪头同学 我可以送你 谢谢 我的妈呀 那你觉得最好看的五官是哪一个 我觉得我是那种 你五官单拎出来 其实都 就 挺一般的 但是组合起来 它就有奇效 就是你可以这样理解 花椒的味道单吃它并不是很好吃 贵皮和八角的味道也很奇怪 但它们放在一起 可以做蚊蚱的 也可以做高汤的 也可以煲汤的 就是它们组合起来 就会有一个奇妙的化学反应 你很会比喻 感觉闻学比喻还不错的样子 一不小心被你发现了好多优点 本人想问你说 最喜欢的家乡菜是什么 西红柿炒鸡蛋 我不知道这个 西红柿炒鸡 这哪是家乡菜啊 全国各地的名菜 是 这可能不算是 常规意义上的东北菜 不过我还是就最爱吃西红柿炒鸡蛋 就家常味道比较提高 对 尤其是我妈做的 我不太爱吃甜的 太甜的 太容易发胖的 他们都跟我说 他们做的身材特别好 可能就是这个是祖师爷赏饭吃的 天赋赐于我的 快就觉得炸熟了祖师爷赏饭吃 让我们这种异胖体质如何是好 其实就是要多锻炼 你怎么吃其实不太重要 重要是你要保持一个运动量 你运动量大吗 没有 来人了 来人了 那如果你不想控制这件事的话 就要多锻炼 粉丝透我们都听到了吗 别软真的 希望自己女友粉多还是妈妈粉多 你们分得清就两个概念了 你先解释一下 女友粉就是把你当作是理想另一半的那种粉丝 妈妈粉就是觉得你是一个宝宝想呵护你 我觉得都是守护的一种 所以我不太在意到底是女友粉还是妈妈粉 只要大家喜欢我 我就很开心 而且的确想说就是 就对于那些一直支持我喜欢我的朋友说 你们的品位真的很好 这边你们应该很自豪 我是真的 这样 加油 你一点都不自谦咯 你叫自谦 我自己也没有自谦 那最近有最常听的一首歌是什么 我最近听歌很少 最近长听的一首是那个 Botterfly 蝴蝶 蝴蝶 对就是数码老贝那个主题 骗头 你是否有很多我好 我好的 不好意思咱们要强着代勾的 不是那个 嗯 what 你的粉丝们我给你嘴到了 有备队吧 有备队吧 因为我真的没听过那首歌 继续安理你的歌 那首歌可能就是因为我情怀的问题吧 从小看那个歌嘛 然后那首歌 每次听到的东西很软 然后起床很低背 嗯 所以还挺有情怀的 对 不过了 突然发现四周大人的爱怀旧 你觉得自己的就是粉丝喜欢你 更多是因为什么 人和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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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疲了 我觉得大家喜欢我 其实对我来讲是挺大的动力 但其实也会有随之而来的一些压力 怕辜负别人的喜欢 其他其实还蛮吃蛮大的压力 对 如果做不到 或者如果让人失望 我觉得这个是我自身的很大问题 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你是分射两个角色的 对 压力大吗 挺大的 其实压力挺大的 因为这个两个角色的年纪夸度很大 嗯 一个是老头 一个是至少他的外表是年轻的状态 可能很多地方都是对立的 相反的 就在这个上面要揣摩 揣摩好每一个这两个人物的每一种状态 然后还要在一段的时间里去饰演两个角色 而且并不是说两个角色先拍完所有的喝手乐 再拍所有的中心 交替着来的 今天喝手乐可能明天就中心 就这样 你要很快的去转换这个东西 这个还是挺有压力 也没试过 那你自己呢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个人的个人魅力 更接近哪个角色 我觉得他们跟我都没有太大的相似处 因为从中心上来讲 我拿我个人来说 我可能没有那么的心系天下 就是修身齐家治果 我们觉得还是修身的阶段 哦 干嘛漂亮 然后对于贺首席来讲 其实我也没有他对于情这个字 那么大的一个极致化的一个执着和执念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两个人最大的特征上 我其实都不太相似 你怎么看到你在电影里面的感情线 其实我贺首月和中心对于公主都是有守护的 中心更多的是在意整个家国天下 他不能让公主因为喜欢火 然后会再次爆发掉火蛇 贺首月的不同就在于 他最开始执行一个任务 守护着公主 可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 产生了自己真正生情的这个思想 爱而不自知 一路一条走到内 那你自己在爱情里面会是很执着的人吗 我自己在爱情里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执着的人 因为还是会更会相信自己 把自己的爱情放在一个让自己最舒适和适应的环境 最让你共情的一句台词还有印象的 就是贺首月在贺舌上 对下面的情名讲 说情名 我来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守护证 那你自己对比一下现代状跟古证会更像哪个 我其实现在更想去多挑战一下现代状 现代的戏 因为你演古装演多了吧 说话有的时候就 你很自然的会说一些你奇奇怪怪的话 下面那句话暂停 下面那句话请你以古装那个身份跟我讲 对不对 你可能说一句 你对我讲的一句我不理解的话 吃了吗 中午想吃啥 不出嘴言 约我 然后要不然就 就是什么 为何什么 就打字的话经常会打这样的字 就是在跟朋友聊为信息 所以就是在演现代戏上 其实对我来讲 还算是有挑战的 因为你古装说这种话说多了之后 你会自己在你的台词体系里就加入这些元素 那就希望其实在现代戏里往回 你能拉过来点 因为我平时生活上 其实是一个很随意很放松的人 那你最想挑战什么类型的角色 我其实挺想挑战的角色还蛮多的 但我挺想挑战那种比较有棱角 然后比较会有冲劲的那种角色 我也挺想体验一下别的角色 但其实最期待的是现代戏 咱们有没有准备拍现代戏的导演 来找一下我们的汪国同学 我也很期待看 有点天赋还愿意努力 那你对于一个角色来说 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牺牲是什么 半丑也接受吗 这个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这完全没问题 这半丑不算是个牺牲吧 我觉得 因为你不一定你接到的每一个角色 都是偏偏公子温润尔雅那种 反而我还现在更想挑战一些歇姿底里的 然后比较扎入黑土地里的那种角色 自己还挺想看着自己那个样子是什么 咱们做演员 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是什么 短期目标就是可以 试演到自己想要去挑战的角色 长期目标是一直可以 试演到自己想实验的角色 没有想过在电影领域或电视剧领域 拿个什么奖之类的 当然也有想过 就是肯定会有野心去 就像说我也想跟自己努力拿个奖 但我觉得拿奖 即便是你拿了奖 这个也不是一个结束 那才也只是一个开始 所以在我看来 不如就踏踏实实地走好你做演员的每个步 别给自己留遗憾 能够去拼的时候 就别留意 我觉得这个是我身为一个演员 到现在有最大的感受 作为演员来说 你觉得努力和天分哪个更重要 我觉得都挺重要的 如果没有天赋 就啥努力也不开窍 就没有意义 也开窍了 我觉得我是有点天赋 如果有一点天赋 然后你还愿意去继续努力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我希望我是后者 我也一直在努力着 努力的汪朵同学 期待他有更多的作品带给我们 今天刚才访完 在秦雅吉里面 饰演贺首月的汪朵同学 汪朵真的比我想象中要高 他真的好高 他从门里走进来的时候 我是这样看他的 他睡过我太矮了 其实我也不矮 然后他过来的时候 他说他自己五官各自都不是很好看 然后他说他的眼睛因为 就是长了那个卖力肿 然后我也看不出来 我觉得真挺好看的 他感觉是对演戏这件事情 带着满满的诚意 以及深受用虔诚的态度 在做这件事情 我刚刚还答应他了 25号的时候去刷一遍他的秦雅吉 并且好好的留意他那个 贺首月的角色 因为他说这是一个一定会打动到我 对观众的角色 我一定会打动到对观众的角色 我一定会打动到对观众的角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